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火车已经跑到这里了 这句毫无武功的丫头 竟然被他逃掉了 可见他很鸡骨 先弄清楚他的来意再说 相关大侠 啊 Nat 刚才那个姑娘 有没回来过 没有啊 相关大人 那个姑娘 她到底做了什么坏事 怎么见到你 就吓得跑了呢 一时也说不清楚 这样 你知不知道 那个姑娘 她怎么来的 她 就跟您府上 那个昼夜她一块来的 是她 相关大人 这样 假如那个姑娘 再回到你的店里 麻烦你通知我一次 好好 我一定通知您 您好早 哎呀 我真笨 两三下 就让爹 把劲力打下来了 谁说芸儿笨呢 我们的芸儿 是既聪明 又乖巧 嗯 还说呢 李老师不在家 也不叫她练功 有你娘 教你那无敌剑法 不就是很好了吗 一般人 想破我们的无敌剑法 它是不容易的 哦 那爹 又怎么能破呢 爹当然不同 爹会无敌剑法呀 哦 用 来来 我跟你讲 啊 无敌剑法 虽然名为无敌 啊 这可是啊 各门各派的功能 都有它的破绽 你只要注意它的破绽 就不能破解 像你刚才用的那三招嘛 虽然 迅捷快速 嗯 可是嘛 你忽略了下盘的稳定 所以爹很容易就把你建个大陆了 是这样子吗 爹 我再练一遍给你看哦 注意看哦 怎么样 好 比刚才好多了 爹 我说嘛 你的武功啊 一定比娘好的 为什么 哎 因为娘从来就不注意 无敌剑法的破绽 他一直认为 没有人 能够破坏公的剑法呀 无敌剑法 本来就是天下无敌 没有人能够破的 哥 爹都才明明 那是因为你笨 爹 妹妹已经跟您讨教过了 我也想跟您讨教讨教 我累了 你够多烈 省得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从来就没有把我当回事 这么怀疑 是不是你而已 哥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爹呢 你要我怎么说 说他慈祥 说他爱我 说他关心我 哥 爹明明 爹爹爹 你的眼里只有他 他的眼里也只有你 他从来没正眼看过我 我没正眼看过凤妹 我没死吧 他伤心了 我跟凤妹 好像跟他一点瓜葛都没有 娘哭得死去活来 周叔叔也两眼红肿 他呢 好像是死了个仇人一样 哥哥 舅 娘跟他之间 有什么深仇大恨 舅娘 事情都隔了这么久 还谈什么恨 我不甘心 为了爹一句话 救回了我一生 舅娘 还是要多演绎 周琪 你我事情的恩怨 该算一算 不 我不能这么冲动 我必须忍下来 为了完成大事 这些污辱 又算得了什么 对 姑娘 我跟你谈的那个邱姑娘 她还在客栈等着呢 如果你不反对她 我把她接回来 你去吧 我看她是不会回来的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她就好像不知道做了什么坏事似的 见到了上官大侠 吓得就跑 上官大侠和特别交代我说 只要她一回来 叫我立刻去通知她 怎么会呢 我看她像个弱女子 该不会做什么坏事吧 哎呦 人心割肚皮啊 要看清楚一个人 还真不容易啊 你想啊 这上官大侠 在江湖上是是非分明的 行侠仗义的 她从来不会冤枉别人的 快快 里边请 来领酒菜吧 好好 好 我错了 我对邱姑娘的身世来历 我一切都不了解 所以啊 你好意救人啊 也许啊 会给自己带了许多的麻烦呢 一个弱女子 能带来什么麻烦 那到底是谁 为啥一人跑了这里 为啥一人跑了这里 这是个隐秘的地方 绝对能让外人知道 否则会坏了我的计划 你呢 你要杀我啊 谁叫你闯进来的 谁叫你闯进来的 我不是有意闯进来的 我是在躲一个人 我不管你躲什么人 闯进阵 就得死 你闯进来的 你走吧 走啊 客官 您的伤全好了 是布姑娘和您的照顾 我才能好了这么快 没什么呢 我只是伺候您吃吃喝喝 其实这功劳最大的 还是这位姑娘 在您这个昏迷不醒的时候 这位姑娘是整天整夜的不睡觉 来照顾您的 布姑娘 沈大哥 您就别再谢我了 小二哥 麻烦来壶茶 好 马上就到 沈大哥 你就别再喝了 不碍事 沈沈医的伤后 我必须通知庇护 进行下面的事 喝了它 我 你如果要把你的伤快点医好 最好是把它喝了 你是谁啊 你不要问我,我也不想知道你是谁 我把你打伤了,就应该把你医治好 名人住在这里吗? 我说过,你不要问我 你的伤好了,就回家 我已经没有家了 没有亲人 他们死了 是北渊死 北渊死 北渊死 你也没有亲人了 北渊死 我肚子好饿 我也要好饿 我肚子要包 我肚子要包 我肚子好饿 我也要好饿 哥,想想办法吗? 好吧,想想办法 姑娘,买包子 好好好 五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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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子满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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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小子,你敢打我 不要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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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吃 你吃吧 你呢? 你先吃 我等他再想办法 够,太好吃了 好 好啊 你们这两个小鬼 敢靠我的包子 来 靠我 打死你 你说说的 你要打,打我好了 你不准打我弟弟 做哥哥呢 还做坏模样给弟弟看 好 好 我贱 打死你 打 打死你 你不要打我哥哥 告诉我说的 你打我 你打我 两个女孩子 我也知道 你跟你的青年跟下你吗 我去帮你打些油味 我去帮你打些油味 回来 这个地方毒蛇猛瘦瘦瘦度 没事不要出去 其实你的内心并不冷酷 要出去 有情况 咱们里面看 在这里 沈身衣伤已经好 不过天还没出面 我要你从上官雄下属 好 今夜我会去 爹 有事 我专程等爹 你说 我是不是你儿子 你怎么问这句话 从我董事以后 我就想问这句话 我一直不明白 如果你是我爹 为什么都不关心我 如果你是我爹 你的表现 怎么连周叔叔都不容啊 周叔叔管我 教我 劝我 而你呢 出口 不许你提他 爹 你有权管我 骂我 打我 你有权做父亲一切敢做的事 可是你怎么不做呢 你给我的感觉 只是个陌生人 甚至有时候是仇人 我不懂 我不懂 我真不懂是为什么 你和你娘去 只有他最清楚 他做了些事 爹 你不要忘了 不会回答你任何问题 一定要弄清楚 一定会弄清楚 你胡说什么 你爹就说怪毛病 你少去惹他 娘 好了好了 今晚上你睡娘屋里 我为什么要睡你房里啊 不要问那么多嘛 听话一点 我会叫你爹保护你的 他保护 算了吧 周记 就照我们的安排去准备了 好 好 今晚上 我会抓住庇护不可 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远离人群 一个人独自住在这深山里 不过 有一点我可以肯定 你并不冷酷 也许 你有你的苦衷 我也不便多问 只是 你一个人住在这山里 难道一点都不寂寞吗 你从来没有想过 到外面河边 多多接触 多交些朋友吗 你要出去啊 我出去办点事 很快就回来 多感受 我会不想要 有什么人 我会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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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手 7. 准备 中原番 7. 准备 4. 准备 5. 准备 2. 准备 你今天是死定 屁股,你今天跑不了了 我向你报仇 上! 糟了,屁股已经来了 他已经跟爹他们在任务里打起来了 爹跟你还分处坐 不能出去的 下来了 我还是待在房间里啊 免得便他们挨马 可是 我真想看一看 他到底 长得是什么样子的 现在是什么意思 我什么时候抓到 我老板 我老板 我还要 走 肥虎 祝梁 我带两个人去看着 走 走上 不要 再来 快 原来你也是壁虎的同党 原来 原来 什么事情 那里有只壁虎 前面已经拦击一只壁虎 这又出现一只壁虎 气死我了 那也真是的 就放我出去 别那么大 难道还不会保护自己 外面打头声好像停了 不知道外面情形怎么样 刚刚那声尖叫 好像是妹妹的声音 他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呀 他出去的时候 没有锁门呢 会不会是壁虎 外面情形怎么样 阁下为何不分清楚就出手伤人 还用得着多说吗 陈大叔我来帮你 你们到底是谁 在下沈圣一 沈圣一 阁下是周济 琼儿 琼儿 我 Chrome 贼客 熊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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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俊儿 熊儿 熊儿 彼此 熊儿 我知道,我看了壁虎就追出去,回来说熊儿他救 你还我熊儿,你还我熊儿 我要你保护熊儿,你,我要你的命,我要你 娘,娘 毕虎实在太可恶了,虽然连伤上万无计两名子女,难道他竟然在为楚毕童报仇 在市区迷路亲属以前,很难下结论 陈大哥,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我想,毕虎一定在这东东一带,不是在街上,就是在这附近山区 嗯,他受了伤,或许我们赢的血迹可以找到他 只有等到明天天亮 你怎么了 不要离开 你要干什么呀 我要你自己啊 不是,不要把我 你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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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要 你不要 你不要 我都收到 你不要 我都 Bathroom 你好 你不要 不要喊嘞 也不许喊嘞 非诚勉 起来 起来 一点小伤算不了什么 男子弹大仗 要不流血不汗 要破杜家的无敌剑法 就必须先学会无敌剑法 你生过好事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杜老天 我就不相信你不出面 我还是先去看看碧虎的伤 碧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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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会带着 你才没有发现 这不要想活 碧虎 你知道他是谁 他是醋碧虎的妹妹 醋碧秋 你 你就是醋碧秋 原来你们是一伙的 是你们害死了我哥哥 害死了我娘 是你们 把他杀了 不 碧虎 不 碧虎 他是个祸 把他杀了 我下不了手 你 你反感我 你为了他 不听我的话 你别 你长大了 我 从小到大 我说什么你听什么 让你反抗我 我们兄弟俩 只有一条线 只有一个目的 只为了一天十二号在那里 我不会放过你的 不准你杀他 你疯了你 我没疯 你不考虑空谷 我不管 如果你忘了我们的大事 我没忘 我就是不准你杀他 后悔 那是我的事 你别忘了 赌了天随时会来 你别忘了 鸡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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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说的会是杜乐天 老前辈 老前辈好身后很累 老前辈 你们走 不要打搅我 老前辈 在下并非有意打搅 而是有一件及时请教 我不知道什么 不要来问我 这关于这几件命案 我不管什么命案 我不管什么命案 前辈的风雷影 在中州可有传人 你说什么 中州 中州梧桐山 你听过有什么人谈风雷影 他是谁 不知道 不过在下怀疑 凶手也会谈风雷影 凶手 什么凶手 中州梧桐山庄 上官无忌的灾源 发生了命案 是谁 谁说上官 上官无忌的大小弟 和上官公子 是熊了 凶 老前辈 你认识上官熊 上官凤 老前辈是否可以指点一案 也许可以找到凶手 老夫没有传人 除非 除非是他们来找我 他是谁 告诉我 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 我先从壁虎说起 楚姑娘 我了解你的心情 我 算了 现在不管我说什么 也无法挽回 你 我到后山走走 虽然我不知道你心里的秘密 但是我知道 上官无忌让你做的事情 绝对是不该做的 对了 我必须离开这里 我一定要结算他的真面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对待我 我都心甘情愿地接受 那绝对 梦 各点 贴主 你 Striined 现在熊儿已入土了 就这样 要保重你的身子 孩子都去了 我还嫁过什么 现在 现在就剩下云儿了 老天保佑 不要让他再遭受毒手了 储比丘 果然不出我所愿 发生什么事 我去看看 我跟你去 走 你瞧 我杀你 是情非得已 放不下 周一 周大爷 他 他要杀我 周一 怎么会是你 你跑这人来干什么 他是谁 你又怎么样杀他 我招待过你 叫你保护鱼儿 你还跑到这儿鬼混 你姐不抱了话 大话呀你 熊儿凤王 刚出事情 你就跑出来 我告诉你 如果你不好好保护鱼儿 让壁虎杀了以后 我就跟你没玩 壁虎不会杀鱼儿 你就那么肯定 你有什么保证呢 熊儿凤王就被杀了 你还说这种大话 大娘 他就是壁虎的哥哥 他是壁虎的哥哥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熊儿凤王 熊儿 我不是蠢蜜虎 我就是蠢蜜虎的妹妹 是他 是他太壁虎 害死了我们圈奖 都是他 他不是好人 善关无济 你说 你是壁虎的哥哥 别说了呀你 错了 到现在 也没有必要再隐瞒了 上官无济 熊儿 凤王 都是你 都是我的安排 一切都是我的安排 四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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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万人民 五万人民 九明 你建法 已经不是我的东西了 五敌建法 中原五敌 你上下吧 九明 二十年来 我一起让 我专心的研究 五敌建法破绽 总算没有白负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难道说 你不是 你以为我杀他们 他跟你之间不清不白的关系 那 我只入罪度假 是另有目的 什么目的 让你处心 基于二十年 杀父杀梦之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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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 杜六天 以尽道为民 杀了我弟 我娘 其实 他只是为了我 朱家的家传女学 疯没影 我不相信 我爹不是那个人 我不相信 师父他急功耗力 不可能做这种事 我成年得见 四十年来 我朱天龙 隐姓埋名 就算为了报仇 就算是为了报仇 你为什么不敢找我爹 为什么要杀熊儿送了 二十年前 我找他捕过 是我他的捕过 没想到他的无敌剑法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所以你明知道我跟周济 而且我已经怀了熊儿 你还要我爹比武招青 就是为了要破无敌剑法 对不对 要怪 也只能怪杜乐天太糊涂 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喜欢的是谁 偏偏迷惑在盛名之下 他招罪我 只是为了忠良无敌四个字 在武林中占有一席之地 他为了虚拟 我为了报仇 说算 我们只是互相的利用 尚管武器 你的心机 也太阴险狡诈了吧 他们都该死 他们同是你的儿女 为什么你对这个 偏偏不动手 不动手 怎么办 这件事 你比我还清楚 尚管武器 你信我不争不解 不痴不笑 我要的命 快快快快 走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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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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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脾气太多了 身体在同堂里 好痛啊 周大爷 周大爷 你不能使用 身体 上 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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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来了 朱乐队 你总算出面 没想到朱云廷的后代 竟然会是你 我找你找了很久 很想象得到 爹 朱记他 别说了 事情总该有个结束 通知你的兄弟 明日午时 青阳城一马坡顾庙 做个了断 四十年的心愿 就看明天了 大哥 明天会是什么样的天气 好天气 一定是好天气 爹看到你房里灯亮的 知道你可没睡 所以 初姑娘跟云儿都睡了 就好天气 也对不起你 对不起周姐 熊啊 风啊 舅娘 当初爹为你招亲 并不是全为了虚母 而是爹不知道你跟周济的感情 周济的个性 懦弱 不像个男子 无济的武功高强 又懂事 丁认为只有他 才配得上咱们杜家 爹错了 爹 怪女儿命不 怪死 四十年前 爹误伤了朱云廷的妻子 爹一直愧疚才行 所以 印居古苗 没有想到 却害了达家 如今想起来 这不敢 见人最不敢面对现实的 就是我 不是周济 爹 过去的事情 不要再提了 明天 不是 明天 明天 事情会有个了解 不管事情结果如何 爹是不会回来了 爹 你 你要好好地找 好过 我知道 是我们拖累他 我会 明天一早 我就到一马破谷庙 不过你 我实在不放弃杜老前辈 可是 他要没留到几庙 我们先去无敌山山再说 当沈慎一不烟飞 两人在天亮前赶到无敌山庄的时候 杜乐天早已经动身前往古庙 杜九娘 在贞得沈慎一的同意后 也带着云儿 碧秋 前往古庙 而此时的上官武记 和碧虎 也准时赴约了 没有 哎 大哥 是不是这里 是 就是这 你躺在这儿中的箭 我眼睁睁地看着他把封门一拉扯 大哥 他竟然把这些挂在墙上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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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中文字幕 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字幕 李宗盛